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问您报导 争议多时的台北大巨弹案 昨天已经通过都市设计委员会的审议 最快在明年2月可以展开环评审查 但是今天有环保团体质疑说 昨天委员会表决的时候 人数根本就没有过半 程序有问题 他们不排除要到法院控告台北市政府 涉嫌土利远凶建设 从高处往下眺望 大巨弹预定地已经空了好一阵子 不过开发计划9号有了最新进展 台北市政府都市审议委员会 通过大巨弹案即将进入环评程序 我们环评通过 那我们预计大概是明年的1月或2月 可以召开环评大会 那当然是不是通过我们 还不确定我们不敢预设立场 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们预计在明年的大概是 第三季左右可以动工 大巨弹开发案争议多时 先前北市府召开都市审议专案委员会 连续6次都没有过关 这一回终于顺利闯关 但环保团体质疑 审议委员会虽然在出席的时候 人数过半 但在表决时人数不足 表决的时候没有过半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那所以这个违法所做的决议 基本上是没有效力的 环保团体还打算控告台北市政府 涉嫌图立远雄集团 而市政府表示 大巨弹都审通过 下一步将依程序送交环评审议 一切都是公开原则处理 没有预设立场 记者综合报道